武德元年九月,宇文化级本着过把瘾就死的心态, 在魏县荒芒登基称帝,国号维续,改元天守, 同时设立文武百官,这个仅有魏县议程的政权, 也仅维持了四个月,就在各方大佬的围攻中灰飞烟灭。 铜山之战可谓是李密和宇文化级两个人共同的转折点, 虽然最终结果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残胜结束, 但李密自此也被打断了几梁,面对王氏冲的围攻,再也无力反抗。 只有挨走的份,以至于最后不得已投靠李渊, 落得一个伸手益处的结局,由于李密身上的故事还有很多, 所以我们先送宇文化级这位可爱的老兄走。 在铜山之战中,宇文化级本该把自己所有的资本全都压下去豪赌一番, 可遗憾的是,在最关键的时刻,他竟然想要保存实力, 从而将战场的控制权主动给让了出来。 不得不说,宇文化级缺乏足够的魄力和领袖气质, 也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。 宇文化级自打从江都北上之后,让别意识到自己在中原已再无立足之地, 就不得不率军北上,准备朝黄河北面发展。 可一路上去还是不断有将领带着步骤,南下投降了李密。 其中有陈志瑞率领的岭南京瑞一万元, 樊文超率领的江淮勇士数千人,张童二率领的江东勇士数千人。 最终宇文化级只带着两万名萧果军逃往了卫险。 李密非常淡定,他知道凭借宇文化级的智慧, 给他再多的军队也是白当。所以当宇文化级逃走的时候,李密并没有继续追赶。 辛苦奋斗数十年,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宇文化级遭逢大败,不忠又纷纷离他而去,心情是差到了极点, 因此他每天在军中和弟弟宇文之吉喝酒做了。 每次喝醉,宇文化级就会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对宇文之吉说道:" 你当初就不该把我推上去做老大,现在可好,天下还没打下来,我倒落得个弑君叛国的恶名。 为天下所不容,眼看就要被灭足了,都是你小子惹的祸。 宇文之吉一听就跳了起来,怒气冲天地反驳道:" 当初事情顺利的时候,你怎么不说这种话。 更何况当时让你做老大,你也没有拒绝,如今失败了,你却把屎盆子都扣到我头上。 哥俩一言不合就开道,打累了便呼呼大睡,睡醒了又继续喝酒。 喝醉了就要打骂,在未宪的这些日子里,宇文兄弟就这样终日抱着酒坛子对骂,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敢,眼看不中越逃越少。 深感自己末日就要来临,宇文化集碎仰天常探导,人生固有一死, 有的重于泰山,有的轻于红毛,临死前我一定要过一把皇帝的夜。 哪怕是一天,也不往来这人是走一遭。于是为了能过把瘾就死,宇文化集也豁出去了。 武的元年九月,宇文化集迁来了秦王杨昊,用一杯毒酒终结了他的性命。 随后在魏县荒芒登基称帝,国号为许,改元天守,同时设立文武百官。 没有大赦天下吗?对不起,没有,因为宇文化集掌控的地盘,仅魏县一城而已。 这是一个完全不被历史认可的国号,一个纯属宇文化集自娱自乐的国号。 宇文化集登基之后,手下的萧果军逃得更严重,而留下来的数千人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夏家,暂时屈居在此地而已。 小小的卫县,很难让宇文化集产生安全感。 当初落脚在此,完全视北逼无奈。称帝之后,宇文化集但也肥了,他便看上了旁边的魏州。 因为魏州总管元宝藏毫无名气可言,于是宇文化集感觉这是个软狮子便想捏上一捏。 可令宇文化集大感意外的是,堂堂的皇家特种部队居然打不过地方上的土兵。 集结果就是宇文化集打了四十多天,魏州始终窥然不动。 就在宇文化集在魏州城下郁闷不一时,唐军降临李神通,却率部攻击了他的老巢卫星。此时此刻,宇文化集就如同一只软角大虾,脆弱的一塌糊涂。 无力抵抗的他,只好向东逃往辽城。 李神通也随即见尾辽城。 与此同时,定都乐寿的夏王窦建德,也亲自率军南下,直逼辽城,准备与唐军拼强宇文化集这头肥羊。 即使他的目标并不是宇文化集这个人,而是宇文化集从江都带出来的传国玉玺。 虽然这个玉玺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价值,但他毕竟还是皇权的象征。 困守辽城的宇文化集很快就发现,自己已经陷入了南北两大墙底的加工之中。 大为惊恐至于,他急忙拿出重金,请求附近的便民首领王宝出兵援救。 王宝看在钱的面子上,决定当一回雇佣军,率部进驻辽城协防。 可是元兵的到来并不能挽救宇文化集的败局,因为城中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。 宇文化集也顿时绝望了,他只好向李神通请求投降。 出人意料的是,李神通居然一口回绝了。 唐军副将崔明干劝他接受投降,可李神通却说道,贼人既然粮食已尽, 我们可以轻易将其摧毁,也要我唐军兵威,同时掳获财宝,靠上将士。 要是接受投降,我们拿什么靠上三军? 而崔明干则反驳道,斗剑他马上就到,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攻克,就会内外受敌,我军必败。 眼下不战,便可拿下辽城,此向军功得来圣意,为何还要贪图那些财宝呢? 但吃了秤妥的李神通不仅不听,还将崔明干求建了起来。 输日后,宇文氏集从极北运来粮食,辽成人心稍安,士气也总算有所恢复。 既然不接受投降,那就继续死磕吧。 宇文化集为了生存,顽强抵抗了唐军的进攻,李神通亲自到城下督战,命各军全力攻城。 贝州刺事赵军德,第一个攻上城墙,眼看唐军胜利再往,但再次关键时刻,李神通却下令明我收兵。 因为赵军德不是李神通的嫡系,李神通担心被他抢了首攻,所以才下令明我收兵。 赵军德气得大骂,但是军令难为,他也只好骂骂咧咧地从城头上撤了下来。 还没等李神通重新组织进攻,斗剑德的大军就已经杀到了。 李神通自知不敌,只好率部撤出了战场。 自此宇文化集这头肥扬,就斗剑德一人独享了。 无论宇文化集怎么争扎,显然都不是斗剑德的对手。 在树战结败之后,宇文化集不得不缩回城中继续顽砍,斗剑德随即对辽成发起了猛烈进攻。 在最后时刻,拿人钱财的王宝并没有替人消灾,而是打开了城门。 斗剑德大军入城后,立刻逮捕了宇文化集和宇文治吉等人,随后又与仁臣之力觐见了萧皇后,并换上丧服,郑重其事地寄到了一回阳馆。 等这些场面上的事情都做完之后,斗剑德才从容收取了随朝的传国玉玺,宇文化集和他的两个儿子最后一起被斩首。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行刑的时候,宇文化集既没有痛哭流涕,也没有磕头求饶,而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,我不辜负夏王,随后便引颈就落。 也许是因为对这一天早有准备,所有的担忧和恐惧也早已提前投掷,所以宇文化集在临死之前反而表现得比较平静。 柜子手的大刀高高举起的那一刻,宇文化集的内心也许只有这么一个念头,出来混,迟早是要还的。 这位轻薄公子的称帝闹剧,就与这样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方式匆匆开局,又草草收场。 宇文化集从称帝到败王,历时近四个月,斗剑德将宇文兄弟一网打尽之后,他仍然没有忘记榨取宇文化集最后的那点价值。 突厥王后一成公主,对隋阳帝的感情极深,因此当他得知隋阳帝被杀之后,略痛哭泣血不已,所以他早就放出话来,一定要给先帝报仇血恨。 斗剑德为了讨好突厥人,于是下令将宇文化集的人头砍下,送到突厥王庭挂了起来。 冤冤相报,直到此时才算有了了结。 送走了宇文化集,接下来就该李密了。 其实李密比宇文化集死的还要早,那这位随莫唐处的萧雄,又会以怎样的方式羡慕呢?